夏天雖然熱到人都瘋 不過一點食店就算沒有冷氣 也還有不少熟客捧場 吃碗豆花很快 一會兒吃完就走了 如果有冷氣那些 反而很難等位 如果裝了冷氣 我們那些食物就要加價 如果加價 變了怕住住那些人 可能會覺得太貴 店舖雖然有幾把風扇 但仍然有33度 只是食客多數吃完就走 所以不太辛苦 反而這位大叔早就忍不住 要半裸上身賣豆腐 有些做得很久的都習慣了 而且我們這裡樓底都高 都很通風 四十多年最熱的那幾天 可能真的辛苦一點 中環這間老店 這裡和人沒有冷氣 但因為對著馬路 所以就比深水埗公和熱一點 客人都喜歡懷舊的 如果你一裝了 香港也是少一間沒有一間 香港真的剩下好少這些店 想以一個舊客的身份 繼續支持這間店 就算去外國讀書回來 都會沒有一個書家 和朋友一起來 店舖賣的都是新鮮磨仔的 蟹汁蟹水 大以天時 還有不少客人來買杯解渴 或者是吃碗蟹汁糕過客口忍 香港天氣越來越熱 商場大開冷氣才吸引到客人 相反小店雖然有熟客支持 但究竟又耐到多久 可能還是個未知數